感觉到有像哈利波特的配乐这样子 在德布希这首作品当中 还有许多的和声色彩的变化 你可以听到现代的电影当中 会采用在魔法上面的一些和声色彩 有些地方我甚至会好像感觉到 有像哈利波特的配乐这样子 它就像魔法师一样 能够把这些音符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让我们感受到千变万化的魔法 我其实很喜欢他的第三乐章 因为我觉得他也是相当处有表情 有意境的一个乐章 有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好像是在 比较忧郁沉闷的一个感觉 那有的时候又是像是在南南自语一样 有的时候又是比较超脱世俗的一种生活的感觉 仿佛带我们进入到了一幅 印象派如梦境般的一个音乐景象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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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